有一个姓裴的农民 在自家门口的地里挖菜窖 东北人都得挖菜窖 主要用于冬季储菜 白菜 萝卜 土豆 三个看家菜 菜窖的作用呢 是让它不上冻 东北低温呢 这个菜窖挖下去几米 底下不上冻 相当于冰箱中冷藏室的那个温度 他挖着挖着 锄头光当一下 逃出个大铁嘎嘎 裴某捡起这大铁嘎嘎 蹲在地里就用衣服袖子擦拭 他一下就认出来 这是一条坐着的龙 这要是个金龙呢 自个儿就发财了 想到这儿他兴奋的活都不干了 拎着这东西就进了屋 他用火烧出它 用牙咬咬咬它 发现呢 这不是金子 金子软呢 这一咬就有印啊 这把牙咬崩了都不会有印 那么不是金子呢 他就垂头丧气 就把他顺手扔在窗台上 不去理他 过了一阵 怪事就发生了 家里经常有呜呜的声音 尤其到了夜里 这声音非常吓人 开始这裴某不明所以 他就联想说是不是这龙的原因 没准这是皇宫的东西 自己以普通老百姓这身份震不住 这听着像一传说吧 但它可是一真事 故事呢 先料到这 我们说说这龙 我们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的子孙 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 是一种图腾崇拜 想象力超凡的祖先们 将龙总结为九四 取各家动物之常 组成一个上天入水 翻云覆雨 能忧能明 能大能小的神 他的脚是鹿 头是驼 眼是虾 颈是蛇 腐是肾 肾是什么 大嘎了 临是李 爪是鹰 掌是虎 耳似牛 这九四的说法不一啊 但久为阳术最大 凡天上的飞禽 水中的鱿鱼 陆地上的走兽 结合为一体 使龙的形象 千百年来 让国人呢 既熟又生 既亲又远 既凡又神 周易中呢 有这样一句 叫九五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周王呢 自称自个儿是天子 与龙 时有衔接 周天子 八百年 最伟大的成就是 理智的建立 龙的形象 在这一时期 逐渐的完善 并形成了 政治上的需求 大凡皇帝 登基都说自己 是奉天成运 真龙天子 和高祖刘邦 传说他母亲 梦见了神 在梦里 还有龙盘旋在天空中 然后就怀孕 生下了刘邦 随文帝阳间 说他出生时 头生龙脚 生长龙民 有龙的下颚 而且手中 还有一个天然的王子 如果 他不是龙 他就是硬疲病 唐太宗 出生的时候 传说有两条龙 在门外游走 一个占卜的道士 说他二十岁时 就能济世安民 所以龙在老百姓 心目中变得 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前面说 姓裴的这农民 捡到这龙后 搁在家里 呜呜作响 他就觉得 自个儿镇不住他 他又舍不得把它扔了 那怎么办呢 搁女儿家去了 到了女儿家 依然发出 这呜呜的声 这来回 折腾来 折腾去 就在这家里 搁了九年 直到1974年 不知怎么 这阿城文官所 知道这东西了 过来一看 还就真看上了 这裴某呢 就对付对付 18块钱 卖给了阿城的文官所 那么专业人士 开始研究啊 首先这东西 肯定不是金的了 材质是黄铜的 高度有多高呢 有20公分左右 19.6公分 重量呢 有2.1千克 就是咱说的 四斤二两 据金史记载 铜坐龙 曾用于皇室的 马车车室上 那又有记载 这大年啊 就是大轿子 顶轮上 有银莲花 上面也有坐龙 那至此 基本上可以判定 这铜坐龙 为金代皇家 御用马车上的 装饰物 我们的龙 基本成行于 战旱时期 大量的文物都能看到 它特点是 身子比较短 我们今天对龙的印象 是蟒身 身子长 唐宋之间 是龙造型的分界线 记住这句 唐以前的龙 近乎寿 宋以后的龙 近乎龙 金代 正好出于 这个分界线时期 它保留了很多 瘦的特征 比如这个坐龙 专业术语 称之为犬身 什么叫犬身呢 就是狗的身体 狗就是那么坐着嘛 考古队呢 有考察同坐龙出土的地方 它位于金代早期都城上京 惠宁府 就是阿城 东边 距宫殿遗址 不足400米 西边 距金太祖完颜 阿古达的灵 约500米 它正好是金代出土文物的密集区 金代离我们是一段既远又近的历史 他们的民族 女真也离我们 既近又远 女真人是满族人的祖先 这我们都知道 是最为典型的渔猎文化 他地处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区 打鱼狩猎是其中最主要的生存方式 他生活状态不定 练就了一身骑马的绝技 史籍记载 说他骑上下牙如飞 渡江河不用周己 扶马而渡 什么叫扶马而渡 就是我跟这马一块游泳 我搂着这马脖子 女真文化 有着马背民族上开阔的精怀和坚忍刚烈的性格 近代人 他不大像匈奴突厥少数民族那样 以掠夺中原为目的 把汉文化作为一己去排斥 女真人特别愿意跟汉人接近 接受中原文化的速度和自觉性 大大的超过了同期契丹和蒙古人 他有向农业文化过渡的趋势 所以近代的陶瓷 跟宋代的陶瓷非常难区分 近代从完颜阿古达称帝到金朝灭亡 共经历了一百二十年 十朝皇帝 属于一个不长不短的朝代 我们的大朝代差不多都得三百年 不足百年的都算短寿 今代有点英年早逝的意味 今代的前四位皇帝都在上京惠宁府处理朝政 这第四位皇帝就是我们稍微熟悉的海陵王 完颜亮 海陵王这个皇帝毁欲参半 欲是他的政绩 毁的是他的私生活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完颜亮的出身 完颜亮自幼天资聪勇 成年后风度翩翩 并极度宠上汉文化 而且深沉 某有大略 他喜欢跟宋辽明氏交往 在宗史之内名声非常的好 可惜呀 这完颜亮只是金太祖完颜阿古达的熟出孙子 这个嫡熟是有之分的 他就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力了 只能看着从小一块长大的 堂兄完颜胆当了皇帝 就是金西宗 金西宗没啥本事 手中也无权 权力都在他那个叔叔 大爷堂兄堂弟手里 他叔叔就是金乌珠 所以他就活得憋屈 他就天天喝酒 喝醉了就拿旁边人撒气 杀很多人 金西宗自己窝囊 他还忌闲度能 有一回啊 完颜亮过生日 金西宗想表示表示 知道完颜亮非常喜欢汉文化 就派人送了一副司马光的画像 还赐了一些真丸给完颜亮 这皇后裴满室呢 也付赐了一些礼物给完颜亮 那皇后一看你都送了 我也送点呗 金西宗就认为他这堂弟完颜亮 跟皇后油染 大为不悦 其实这皇后裴满室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飞扬跋扈干涉朝政 结果送礼的太监呢 替人背锅 被金西宗打了一百仗 还把皇后赐赏的礼物给追回来 这事让完颜亮非常的不安 我们常说祸不单行 恰好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学士张军在起草诏书的时候 擅自改动就被查处了 金西宗就问这谁支持的 有人告发说是完颜亮 金西宗于是把完颜亮 贬到了河南开封 当完颜亮走到半路时呢 又被西宗召回 完颜亮不知西宗是啥意图啊 就非常的恐惧 从此完颜亮感到自己的性命难保 于是先下手为强 把金西宗杀了 坐上了金朝第四任皇帝的宝座 这时完颜亮年仅27岁 他在位十二年为人残暴 淫恶不堪 杀人无数 然而完颜亮也历经图治 鼓励农业 整顿历政 并大力推广汉文化 他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迁都中都 就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是块风水宝地 辽把它作为五经中的南京 今到此作为中都 就是首都了 北京 封台 右安门外 有个辽京 成员博物馆 是辽南京 和金中都的遗址 完颜亮的迁都 意向一表露 立刻就遭到女真贵族的强烈反对 那为什么反对呢 故土难离啊 但他还是取得了多数朝臣的支持 便命人在辽南京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历时三年 中都皇城建成 153年 北京开始作为都城 为什么完颜亮上台不到两年 就决定把都城从黑龙江到阿城迁到北京呢 首先是地理原因 上京惠宁府就是阿城偏于东北异域 物资运输与公温传递多有一物 使节往返路程很难 尤其冬天 第二 完颜亮有远大的报复 他当上皇帝后 目标是统一整个华夏 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金国 他知道北京的位置的重要性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他是怕金西宗的旧部一呼百应 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完颜亮下令 把上京称号 派官员毁掉了旧宫殿 宗庙 诸大族宅地以及皇家寺院 把他移为平地 彻底变成了耕地 不留任何痕迹 八百年后 世事沧桑 被销毁掩埋的逐渐显露出来 文物是被销毁的 不是被掠夺的 比如圆明园 当时很多文物就就地掩埋了 就是当时想毁掉 从阿城这片区域出土了很多文物 我们所讲的这尊铜座龙 就是历史的证物 这尊铜座龙 左前腿高举 右前腿朝地 前后腿之间有腾云相连 头背部和尾巴都有中毛向外翻卷 他即龙 麒麟 狮子犬的特点于一身 在北京地区还出土过另外一件 金带铜座龙 跟这件非常相近 所不同的是 这龙口内含有一颗铜珠 这说明阿城出土的铜座龙口内 应该也有一颗 只是年久丢失了 所以当农民陪某 把它放在窗台上的时候 因为口内形成了空洞 风灌进去的时候 就会嗚嗚作响 那为什么夜里的声响更大呢 因为夜里的风大呀 你会不会闭示 不知是一位 突然间真正好 都会不会闭示 你会不会闭示 那么大呀 你会不会闭示